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要打醒曾江 让他不要过于自大 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谢贤这巴掌打醒的似乎是自己 因为五年后的今天 谢贤主动跟曾江道歉了 近日网上有一段视频流传 视频中的谢贤穿着迷彩背心 戴着迷彩帽子 站在曾江的床前俯身与其拥抱 站之以后 谢贤还向曾江鞠了两个躬 以此来表达五年前那一巴掌的歉意 曾江看见谢贤鞠躬 神色间似乎有些愕然 还开玩笑问 谢贤是不是要三鞠躬 一般来说 三鞠躬是针对去世的人才会做举动 如果谢贤真的这样做了 对躺在病床上的曾江来说非常不吉利 显然谢贤并没有三鞠躬 表示自己只是二鞠躬 以表歉意 曾江听后则是回挥手直言 走 我真是怕了你 谢贤五年前这巴掌还真是厉害 竟然可以让曾江对谢贤露出如此无奈又忌惮的神色 胡峰 曾江 谢贤和June Jr.是相识多年的老友 即使工作上没有交集 四人私底下偶尔也会进行聚会 所以当时香港无线电视台提出让四人一同录制旅游节目的时候 四人都接下了这个活儿 没想到几个人因为工作见面的机会增多了 彼此间的矛盾和摩擦也变得多了起来 不满的都是日积月累的 曾江 腿脚不便 常常要坐轮椅 所以需要其他三人帮忙 沦落推轮椅 本来朋友之间互相帮忙都是应该的 可是富贵了一辈子曾江觉得别人给自己的帮助都是应该的 对帮忙推轮椅的朋友也没有感谢的神色 因此引起了谢贤的不满 在配音的时候 谢贤因为跟不上节奏而被曾江嫌弃 当下的谢贤为了尽快完成工作并没有发作 而是留在了记者招待会来爆发 本来四个人并排坐在椅子上 接受采访 谢贤和曾江中间隔了胡锋 谢贤突然站起来给了曾江一巴掌 还说忍你好久了 胡锋当即将两人拉开 劝说谢贤不要太冲动 可是谢贤依旧无法熄火 还是对曾江骂骂咧咧的 也不知道曾江是被打懵了还是怎样 当下不想和谢贤做过多纠缠 在旁人的搀扶下离去了 在记者会上动手打人 全都被镜头记录下来 这件事当年上了各大娱乐新闻头条 一度成为人们 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因为这一巴掌 谢贤和曾江的兄弟情也不在了 谢贤这一巴掌打得如此干脆利落 自然也有好事的媒体就此时进行采访 即使之间的热度不在 每次谢贤进行个人采访的时候 这件事还是会被提起 在录制《鲁豫有约》的时候 谢贤就曾详细地说过自己打曾江的原因 就是因为不满曾江 鄙视自己配音慢 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冲动之下就打了曾江一巴掌 按照谢贤的说法 打曾江的这一巴掌 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冲动之下才有的后果 可是曾江接受采访的时候 却是另一种说辞 曾江表示 谢贤是表演的行家 他俩当时是在演戏 根本没有谁打谁的问题 还说谢贤这么多年来 被说脾气暴躁 打自己的新闻真的很愿望 一个说打人是自己要打的 而另一个却说串联好一同演戏 当时双方竟然能有如此差异大的说法 也不知道该信谁好了 打人事件是真的也好 是假的也罢 谢贤和曾江这些年 确实肉眼可见的疏远了 四人原本很好的兄弟情 变成了其中 两人无法相见 彼此之间共同的老友 也觉得很是个影 于是胡锋出面 同时约谢贤和曾江见面 希望两个人的关系可以破冰 不得不说 在胡锋的努力下 谢贤和曾江可以一同吃饭 甚至可以搭肩膀拍照了 据传现在谢贤会邀请曾江 到自己家中吃饭 参加聊天聚会的时候 关系也回到了从前一样 偶尔在片场见到的时候 还可以用拥抱来打招呼 时间果然是冲淡一气的良药 此次谢贤能主动和曾江道歉 说明了谢贤还是舍不得曾江这位老朋友的 而曾江见谢贤道歉也没有端着 显然内心也和谢贤一样珍惜这份友谊 两位能一报免恩仇 真的太好了 希望两人的友谊能够天长地久 可能现在很多人对谢贤并不是很熟悉 或者对他仅有的印象就是交往了一个小49岁女友Coco 但其实他在香港演艺界地位非常高 曾经也是娱乐圈的颜值担当 被圈内人尊称为四野 他经历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也目睹了香港电影的江和日夏 他拍摄的电影经历了从黑白到彩色的时代发展 可谓是影视界的活化石 谢贤在巅峰时期 李小龙和他拍照也得靠边站 即使到了年老之时 一言不合也敢怒过老戏骨增江 性格非常火爆 他除了事业发展得非常好之外 在感情方面也非常风流 谢贤的一生深爱过五个女人 还和其中两个人走进过婚姻殿堂 真可谓是人生赢家 第一个是嘉玲 两个人整整恋爱了十年 感情非常深厚 可最后已逃不过分手命运 谢贤在拍摄《三七奇案》的时候 他对女主角嘉玲产生了好感 尤其是嘉玲身上那种舒贤的气质 更是让姐姐沉迷其中 不能自拔 于是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谢贤也一表人才 很快嘉玲就同意了两人的交往 可是在相恋十年之后 嘉玲想要和谢贤结婚 可是谢贤还没有想要结婚 嘉玲感到很没有安全感 于是狠心分手 最后嫁给了一个泰国富商 生活过得平静而又富足 第二个是萧芳芳 她曾经演过《苗翠花》一角色 在当年的香港也是很有名气的女星 谢贤和她交往了一年多 因为在生活中有很多观念不合 两个人很快就结束了这段短暂的恋情 值得注意的是 萧芳芳后来嫁给了秦祥林 而秦祥林曾经是谢贤的好兄弟 他俩曾经组建过一个银色鼠队乐队 看着自己曾经爱过女人嫁给了自己的好友 估计谢贤的内心也不是滋味 第三个是珍珍 她是第一代穷女郎 更是众多男人心中的女神 谢贤对珍珍是爱到了极点 也是第一个想娶回家当老婆的女人 在1974年 谢贤终于浪子回头和珍珍 一起走进了婚姻殿堂 可是谢贤此时正值事业巅峰 结婚之后她忙于拍戏 对珍珍的照顾多有疏忽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变得越来越疏离 尤其是珍珍和刘家昌之间 被很多媒体爆出有私情 谢贤不堪其扰 同时也对婚姻感到失望 于是只能离婚收场 第四个是迪伯拉 她是第一代港姐冠军 迪伯拉靠着港姐冠军名头 走红饮食圈 事业发展也非常好 有很多的富商大佬都来追求她 但她最终还是选择和谢贤 组建了家庭 并且为其生下一儿一女 就是谢霆锋和谢霆听 按照常理来说 这样的家庭是非常圆满的 可是在1995年 谢贤和迪伯拉还是离婚了 据说是因为谢贤因为赌博欠了很多债 被人追杀 在这种危难关头 迪伯拉求助澳门赌王何鸿燊 还算是摆平了这件事 但迪伯拉因为此时 与何鸿燊有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所以才导致与谢贤婚姻的解体 其实这些都是谣言 谢贤在一个节目上表示 虽然说自己比较风流 但是从来不会去赌博的 第五个是模特Coco 她比谢贤小49岁 在2005年 69岁的谢贤在娱乐圈 传出了一个惊天大瓜 交往了一个只有20岁的女朋友 虽然说娱乐圈里边的老商链非常多 但谢贤整整比Coco大49岁 一时之间很多人都认为 Coco是图她的钱 并且认为这段感情顶多维持 一两年不会长久 但是直到2018年 才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 可见谢贤和Coco之间 还是有真爱的 在交往期间 谢贤非常大方 曾经送给Coco过 一台价值130万的保时捷跑车 而分手时更是被传给了 2000万的分手费 虽然说有过武断的感情 但谢贤却认为 自己很是专情 因为在每一次恋爱的时候 谢贤从来没有在交往期间出过轨 谢谢大家